急診室外 白衣男身邊站了西裝男和一名圓警 白衣男子靠近紅色轎車假借聊天 手還攀上車門 接著三方眼神示意 下一秒白衣男跳上車 西裝男則是環抱壓制圓警 雙方扯髮扭打 最後圓警掙脫 徒步追車 西裝男趁機反方向逃逸 原來這名白衣男子是一名縱火通氣犯 假借心臟痛介護就醫 結果竟然是一場截囚計畫 那是這名急性通氣犯在看完急診之後 還刻意蹲在柱子旁邊抽煙 疑似就是想要拖延時間 等待女朋友還有友人前來接應 不過這個過程當中 都只有一名圓警貼身戒戶 那就是一個男的去把警察壓住 然後那個圓警被壓住 完全追上去 還原截囚過程 當時嫌犯就醫結束後 一名圓警去開車 只剩一名圓警陪同戒戶落單 後來嫌犯假借巧遇有人 靠近開著紅色轎車的女友上前攀談 接著有人壓制警方 嫌犯進車逃逸 沒想到前方的白車也是共犯 緊跟在後打掩護 圓警趕緊掙脫徒步追人 西庄男則是趁機逃逸 再由一輛白車接應 最後嫌犯在桃園汽車 往新北迎戈逃逸 嫌犯等於說他們是有預謀 就是說可能他都知道了 有時間會有一些計畫 逃逸嫌犯吉思汗32歲 有槍炮傷害恐嚇毒品縱火案 招判五年八個月未執行 十二月四號剛發布通緝 沒想到剛抓到人又被跑 這個部分事實上是 作業規範是不允許的 再要求通人 這個部分要更謹慎 假借就醫 為何有人會出現疑點重重 到底是誰把消息走漏 警方還要釐清 目前已經掌握三車四共犯 全力棄捕州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 怕等秋谷等都用 十二月十二起 跟著中天走 掰了 五十二台 立刻訂閱YouTube 中天電視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完全免簽 同步下載 中天快點TV App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 守護台灣 刷一排 加一